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斯托夫为你阐释本作独特美术风格的方方面面 上一期我们请主美分享了他的绘画风格与极乐disco的总体美术风格的确立 本期我们需要进一步发问 这种美术风格是如何具体的在游戏制作过程中落实的呢 罗斯托夫分享了一个趣事 在游戏工作室大家都是以喜剧般的自我约束来对待画作 不是简单的满足订单需求与供稿的关系 而是把自己当成异校的学生 戴着贝雷帽 墙上挂着裸体人像 不修蝙蝠的腿上到处都是油彩这样的感觉 可以说正因为如此 游戏里的画面有一种鲜明的绘画感 极乐disco中的颜色贴图制作 显然践行了表达性绘画的理念 使用了很多绘画技法 保留了笔触和色块 我们可以这样说 它更强调相对准确而非绝对准确 常规的3D模型贴图常常是一张记录大量细节的外皮 而极乐disco的美术团队 则把它当成了画布来使用 就像一个画家直接在模型上挥洒色彩 然而绘画是一码事 把游戏做得像画一样则是另一件事 极乐disco虽然看起来像是古典的旧CRPG 但这款游戏依然使用了3D技术来为人物建模和制作场景 如何让3D技术和2D的手绘风格有机的融合呢 按照罗斯托夫的方法 就是手绘角色的法线贴图 这完全是一个因地制宜的结果 法线贴图是一种在减少多边形数量的前提下 保留多边形表面细节的常见游戏开发技术 简单的说 法线贴图是一张记录了高面数模型表面起伏细节的皮 可以在动态光源的帮助下让模型产生立体感 它与颜色贴图等各种贴图搭配起效 可以在低面数模型上以更少资源呈现精细的视觉效果 通常法线贴图制作方式类似雕刻 用3D雕刻技术制作出一个高面数模型 基于这个模型生成法线贴图给低面数模型使用 但极乐Disco的开发初期缺乏这个条件 罗斯托夫在制作游戏之前 完全没有学过3D建模或者3D雕塑 整个美术团队都要在技术美术的带领下 逐步学习3D动画软件Blender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摸索出了通过刻意粗糙的方式 利用手绘法线贴图简化扁平化人物形象 来契合游戏的整体风格 这样做一方面弥补自己3D技术积累的不足 另一方面它产生了额外的效果 手绘的法线贴图相对来说并不记录特别多细节 因此当它与充满了笔触的颜色贴图互相配合的时候 就能让极乐Disco的游戏内画面给人以强烈的绘画感 每一个人物都像是行走在画作之中 虽然身上铺满了笔触和色块 玩家依然可以明确地感受到他们的具体形象 这样一来就继承了表达性绘画重视相对准确和传达感受的特点 把极乐Disco的美术风格精准地投射进实际的游戏里 在这一基础上 罗斯托夫和他的朋友们还积极践行了一种 被他们称之为边缘层次结构的理论 他们认为并非所有边缘轮廓都必须清晰可变 有些边缘可以柔化或者完全消除 事实证明这并非旁门左道 而是绘制优秀画面的核心技巧 为什么罗斯托夫会这么说 这跟我们看待绘画的态度有关 我们为何如此看重物体的边缘轮廓 重度依赖边缘轮廓去判断这是什么 这是否好看 因为我们对于一个物体本身形的识别太过于看重 想要画出一辆汽车 只要外形勾勒的足够准确 通过边缘轮廓即可表现车型和款式 但是这种方式没能表现物体与环境的关系 现实中的物体本身是没有边缘的 通过光线的照射 物体与环境因为明度和色相的对比 形成了一个视觉信号 这就是边缘 当物体与环境的明度和色相接近时 边缘层次便会模糊甚至消失 绘画的核心技巧之一就是对比 我们可以仅仅使用明度关系来阐述这个理论 利用明度的几个色阶 通过强弱对比即可交代物体的存在 还有它与环境的关系 放在极乐迪斯科的游戏中举例 大家可以看到以下几张对比图 室内场景里 笔刷痕迹遮住了大量轮廓线 你会发现看起来精细与清晰的场景图 仅仅是最终效果的草稿 这种反直觉的创作方式充满了整个游戏 堵车场景里 模糊笔触的轮胎和地面仿佛长在了一起 这些处理让玩家会先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知 这种对环境的感觉 显然比看清楚一切更重要 总的来说 极乐迪斯科的美术实现方式是反常规的 这种手法不需要多强的技术和特效 却正好得到了充满绘画感的画面 并且可以潜移默化的为玩家呈现一个迷幻的世界 对于极乐迪斯科美术风格在游戏开发中的落实 我们就聊到这里 之后我们将会具体说说游戏中不同角色的塑造 和背后色彩的运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